又是鋼鐵魔女做劇本的作品 刺得好多多 有人說鋼鐵魔女不適合一季寫兩套 不然就兩套都會爆死 我不覺得 甚至他寫一套就寫三套 他曾經試過一季寫四套 其中一套就是三本寬金督的那一套 那一套是三本寬的 這套搞笑的理方就是 咪前反而是有一點大家的感想逆轉了 火藥味 不是火藥味的 我本來是說我覺得就是這套 就是這套動畫 是覺得蠻好看的 我反而完結後我覺得沒那麼好看 但其他主持一開始都插得蠻厲害的 但反而覺得很厲害 一開始是已經發現有barg 因為這樣說的這套東西 我終於看到一套作品 製作群是做做一下 發覺設定是受歡迎 設定是有問題 是不應該再繼續 強勁寫下去的 我看到一條比較長的人形武功 當然這套作品裏面 其實他一開始用了一個叫做什麼呢 我覺得最錯誤的設定 或者一個很扭曲的設定就是什麼呢 所謂連結相同 就能夠結成真正的傾伴 物理 重點是物理 這個是我期待的 這個是很重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設定是挺新鮮的 所以我是很好奇後面的故事 即是你期待怎樣 切了隻手指 什麼情節都好 之後就跟我說吧 我不會期待 我對那個位置我覺得是瘋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講的傾伴 是那種就是說什麼 我和你不用說太多話 去死吧 我又馬上衝下去了 那種已經不是基本了 那種叫傀儡了 朋友的事不需要 不需要說太多了 不需要說太多的 那種謊言 傷痛的連結對我來說是什麼 它是一個利益衝突的關係 我和你不會因為這樣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傾伴 你感到物理上的痛的時候 我感到物理上的痛 我們有基本 我沒有 但最差的地方是什麼 我會覺得就是什麼 如果這件事就是 講一件很簡單的事 不是這是一個一鑊索的概念而已 我說 你走路小心一點 不要撲街 你撲街的話 我也撲街 你串我 那我就撲給你看 就是二人三鑊一鑊索 但問題是這些叫基本嗎 不是基本 不是最慘的就是 這些都是物理上綁起來 我本來覺得有佩服的就是 我至少覺得他很有膽識 一個我想不到他怎樣說的故事 他真的嘗試去說 誰不知最後就是告訴你 原來他真的發覺 原來我真的說不到了 就好像他一個Plan B 其實實際上我會形容 他是一個枷鎖 你只是強制告訴你什麼 就是等於一個老師 跟一個兩個打了膠 他跟我說 握手啊 做回好朋友啊 然後你看到兩個傢伙 殺人 他拿著手出來 不是還要撲 那種 握手啊 跟著搞手瓜 他是那種感覺給我 那怎麼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傾伴呢 那種感覺就是 小悉有人吵的時候 然後全班佛鈔那種感覺 share傷害的感覺 但你不會覺得 你只會覺得 你害我而已 但我不會對你有一個朋友的感覺 裡面的遊戲 是說怎樣去提升他們的基本值 這個 那些任務就算了 我覺得 你找人追殺他們 跟他們的傾伴有什麼關係啊 提升了戰鬥力 我呢 好像是令到他們 是沒有提升到那個基本 但其實有戰鬥力 只有一個人 其實那些是一個 麻映捉雞的遊戲 不是 後期每一個人都有打過的 都提升了戰鬥力的 那個問題在於是 你找些人嚇他們 我不是 現在你叫做什麼 你是下了一個命令給我 我是不得不做 不是說 我想救他 現在是變成什麼呢 今天裡面說的其他作品就是什麼 你現在一樣 你不能夠抗拒 你就享受咯 哈哈 有什麼分別呢 你現在就是什麼 你現在要我救 然後又會有很多人殺我 就是變成什麼 那個是利益關係 我不想被這些騎尼公仔追殺 所以我才被迫著去救你 不是因為朋友那種基本 不是因為 我想救你 這個問題 去到最後其實是什麼 沒有解決的 因為知道就是 沒有可能的 這個是捉卡遊戲 不是 這套是 在共生的關係裡面 這套是真 1.5人形五弓 是由3個變成7個 應該不止8 所以其實你發現 基本上樹齡的點出了 就是一開始設定的問題 如果最後轉了設定之後 就是把所有他所說的問題 相反了一次 就發覺如何解決了 他那個問題是什麼 他剛才有說過 就是去到夏天 那個契約會解除 然後跟著 在他們中段裡面 叫做 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而今天又知道了 角色不同的過去 不堪的過去 提起 King Boone那樣東西 他很 非黑即罷 我要跟你建立King Boone 我連你小時候 什麼時候賴過了 我也要知道 告訴你 你不要有任何你的黑歷史 你不要讓我不知道 不是的話 我不知道我會說什麼 他變成一種好像結果論 朋友的結果 朋友的結果是怎樣 不介意過去的那種 但他就當這件事是一個結果 他要達到這個結果 他就覺得這件事是必須的 這個是檢查清單式的交朋友方法 就是他認為 他覺得剃了那個格子 做了那個結果 那就可以了 那你們應該會是朋友了 那他之後 相反的那個地方就是什麼 他開始發現 這樣其實不可以交朋友 就明白他們 明白對方的心性 去瞭解了對方 都不是的 其實那種都是強制性 好老實說 真的是結果論 他好像是刮別人的心之傷出來 那一刻 為什麼要用心之傷這個詞語 都是那個片劇 尤其是惠打香那個 那個角色 喂大哥 喂 我不想讓你知道 我沒有心理準備讓別人知道 你現在是硬 你應該說 喂 我覺得 你們又認識了三個月了 認識了三個月的話 正常來說 你應該要跟他坦白 你覺得他有些什麼 三個月 很少 其實他這個過程 他跟賭大勢沒有分別 可以好結果的 結果的確實說 不一定可以的 真的要入精神病院 所以他有一個自我套足是很好的 玩一個愛情大亂鬥 他們的亂配關係 在周則那群人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說話 你一個研究員 跟你一個研究員說 其實我們沒有享受 看他們的精神上被虐待 你現在才知道 我真的想說 這群人 他自己套租自己 他自己都明白了 說你喜歡 他那種就是 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怎樣為之傾伴 那群人根本上都不知道 你看到那群這樣的彈省 喂 我可以告訴你 肯定是你的朋友很少 根本我們沒有一個朋友的概念 他們開始叫做什麼呢 勉強叫做朋友 勉強 然後跟著說 去到這個階段 朋友去下個階段是戀人 神經病 其實他們是有一本教科書的 覺得一個青春的模樣 青春的模樣就是這樣 看回下一晚 所以相比之下 人資想交朋友 單單純純的 那個翻譯 已經算是比較合理的了 其實 好老實說 除了 聖平 還有法子 那個感情 他們是由一開始叫做什麼 慢慢沉澱出來 其他人那種 我覺得是叫做什麼 他是危機中產生了一種 斷橋效應 對 那種效應就是 大家都知道 有看電影也知道 這種關係是不長久的 突然說 我好像喜歡了他 沒有 其實他基本上 我這個頭三集都說過 基本上他是將這個 青春劇裡面固有的套路 用一個設定的機制 去強迫他出來 就是他強行就覺得 你們有遇到事件 有遇到事件就會有愛情 殘身愛情 你就可以陪女人乖 陪女人乖 就去下一部 所以為什麼這套劇的角色 不深刻 感情不深刻 因為我形容為 這個叫做 Love Let's Sick的故事 其實你每一件事情 只是想復尋那個結果 你不是真的想鋪陳那個故事 那你當然不覺得 會有什麼深刻的感情 就是這麼簡單 你在高城法子 和聖平這三個關係 他們變成就是什麼 我先認識他 你先認識他 我小時候已經認識他 他10億前我已經認識他 你現在輸什麼 你輸在起跑線 不是鬥祖 那種感覺 你真的輸在起跑線 這個問題 最慘的是什麼 為什麼贏了一個青梅竹馬 就是比他更加早的青梅竹馬 真是好東西 我服了他 你比他更加快 小明有種子 這是小明的理論 重點是他們覺得 這個愛情是誰早就誰贏 但其實未必一定是這樣 因為他贏在… 哈哈哈哈 那個位置是 我和你… 老實說一段感情 是跟你說 我和你經歷過那些什麼 老實說 他不在乎長短 他不在乎經歷了那些什麼 禁制的 老實說 他是一個很不理性 不客觀的條件 他現在是一個什麼 誰先 他先 他先 你排在後面 懂得排隊 其實也是的 那個很大捲頭髮 那個好像死年輕人 天河 為什麼最後會跟千鳥配合一對 一定是一個先 他純粹是比人子快了一點 他只是執政了 是的 執政了 那個問題是 他們是什麼 我第一次產生的感情 是你的話 那個是第三者 你管他這麼多做什麼 當然是先搞定第一高的 他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還要矛盾到 他是促成這件事 要不然星平和他 是兩條平衡線 是不會有交集的 應該一直維持下去 所以那些關係 你看到就是很硬來 而去到後面 到傾伴系統 消失了之後 然後他們各自各 走回青春劇的東西 用回一些正常一點的套路 經過這次被人虐待後 說你有什麼經歷 然後用回一些正常一點 就說要努力 然後就是什麼 拆好感動 拆到救人 重點是 他經過那件事 已經毀了這六個人的價值觀 感覺上就是 沒有了那個系統 我不應該跟你再是朋友了 即是非黑即白那種感覺 他解決方法是什麼 就是一個本身被毀了的人 去建立那些人 總之天台的告白 這樣解決了 很青春呢 不是 那個系統變成 就是一開始就已經 毀毀了這六個人的三半 其實我明白他想做什麼 即是他想用那個系統 去加速了整個事情 是本來他們應該要經歷的一些事情 解決到 立即直閘了在身裏面 但是這些不是杯麵來的 最大的問題 你不是吃完就營養的 最大的問題 你掃說的東西 其實 我這樣說的 那條毛利不知道今季吃了什麼鬼藥 他很在乎 所謂社會的人際關係 迷家 契約之伴 都是說同樣的東西 我跟人 與人之間我們怎樣去建立關係 或者怎樣去逃離某些東西 他這裡裡面 即是他 迷家的 他講的是不同的 一些心之傷 心理陰影的東西 這裡是說的什麼 什麼七大罪 即是他們 我剛剛說 喂 沒有腦子而已 沒有腦子不是死罪來的 天堂 你這樣說 天堂有什麼問題 不是 那七大罪是令到你沒有朋友的七大罪 他這裡的意思 即是真我的朋友笑 七大罪的 gimmick 除了開始說過之後哪有用 不是 他意思是說 這七種人有這種大罪的性格 令到他交不上朋友 神經病 他之後自己都說 其實這七大罪都是脆出來的 哈哈 老實說 你覺得神經病很不正常 我不覺得 那個字我吐了真的很活該 其實我七大罪都不是這麼嚴重的罪 他也不是很極端 我相信你也知道 其實整套東西 不是 他神經病是必然的 經過他之前那種這樣的狀態 你了解完那種狀態 他那種這樣的狀態 是想著同化整個陣 那種狀態是必然的 但你明白 其實應該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 或者整套東西裡面 他根本上就是 發指自己都知道 就是什麼呢 這個系統是不能夠契結真正的傾伴 就是分享傷痛 物理 是不能夠協助到做什麼的 然後最終他做這件事出來 他為什麼 是不知道的 他也是嘗嘗嘗嘗發覺 哎呀原來可以知道心痛 嘗嘗嘗嘗 原來真的心性 不是對於他來說 因為他小時候已經是 他本來是沒有朋友的 他小時候就是 直著這個系統才有朋友 所以在他的 他的感覺上 不是產生 我要交朋友就一定要 有個系統 如果不是我就交到朋友 在他的概念上會是這樣 本來這個概念是沒有問題的 在他裡面 但是叫做什麼呢 他經過了 其實跟這七個人 的關係之後 其實他沒有理由會再回頭 他不是源自於不理解 他不理解是不理解 盛庭為何喜歡他 沒有啦 輕奮跳樓之後 你都覺得他應該是理解不能的 是理解不能 老實講一句 其實你明白他怎樣都繞不回來 因為 故事的設定本身就已經是一個 崩壞的設定 是的 他是一個硬扭招的設定 老實講一句 以乾田的水準 好啦 重視劇情狗血一點 不要緊 你正正的拍一套青春劇是絕對OK的 我覺得這個年頭來講 他還是不是最差的 他拍過太多青春劇 他想有些破 但是為何你要弄一套是硬有很多 很有小聰明的感覺呢 因為設定聽起來好像很亮 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威風 但是最後實行出來是感覺充滿著破綻 就是一個小聰明的設定 他強行將一些叫做什麼呢 他突然之間想到的東西 放在一個叫做橋段裡面 而所有東西就是什麼呢 他沒有為這個設定 沒有為這個橋段任何的東西服務的 純粹就是 沒錯 跟剛才的項目一樣 兼明 總之他想轉型 從青春劇轉出來 最後一句可以說的就是 如果覺得這套動畫你有興趣的話 我會推介看另一套動畫 那個動畫叫做心連情建 其實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他都是說設定 就是有個人發生了一些奇異現象 令到那五個人 就會各自有些奇怪的現象 而是例如心靈相通 道行過去等等 但是那一套 好看很多原因 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一套的五個角色都沒有寫得很深刻 那你就至少對那個故事有些興趣 這套其實我會說是什麼呢 它是一些奇樂之類的 實驗式作品 當有一種過度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就等於是什麼 沒錯 我們經常都說人要互相理解 但是理解不需要理解得太透 我真的不想跟你說 啊這傢伙 我記得奇樂之類 我記得有一篇故事 是說大家都知道 的鬼發生系統 最終就是全部人離開 只剩下一個人 他不是最終離開 最終反而是拉遠了 人之間的關係 問題就是 你這裡其實是同一樣的道理 所以變成就是 衍生了最後 太過直白的一些東西 其實你變成就是 喂 你是不會解決到你的問題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叫做什麼 有時候有些東西 保持適當的距離 是會更加理想的 朋友都是這樣 你回到鏡頭 剛才說過 這套東西你會發現 有一個最明顯的問題 就是 那個M男是不太知道有什麼用 除了做旁白 還有他跟你說這個痛是代表什麼 因為你會發覺 它是不involved 任何一條人形五官裡面 我可以回答你 那個M男其實就是什麼 編劇的化身 任何需要解套的時候 就去說幾句說話 就是你要發覺 你等於想到這件事 等於剛才 贏者剛才開始說 他們是物理上的傷痛 他就是負責說 這個 我受過很多物理性的傷痛 這個好像不是物理性的傷痛 這個心痛來的 這個是非物理性的 這個我沒有感覺的 其實他是一個痛的評論家 但其實他那個角色是基本裡面 是朋友圈裡面是最弱的 而其實跟迷家 因為當時你寫的劇 你會發覺一個很共通的問題 就是什麼 他不是用故事去解釋設定 他是用那個角色告訴你 而設定還要懷疑什麼 懷疑什麼 你還說不通 所以最後那個角色不是說設定 那個角色是在補孔 但是他是用一個絲鑊塞進去的洞 來一爆 把一個更大的洞 不是 他最後炸到的程度就是 那個洞已經不存在了 是不是 因為整套牆都沒有了 沒有啊 這件事 他最終不是告訴你 其實我們這個系統是不合理的 不是 最終告訴你就是什麼 我搞不出這些東西 其實我這套作品 其實告訴你就是什麼 這樣死套作品是不行的 OK 不好事 但是真的浪費你畫 其實人設也很漂亮 色彩運用也好 Trigger的畫也好看 那就是浪費了 三輪侍郎今季有兩套 一套是捉卡的遊戲 那套是好看的 一套就不知道了 我覺得這些人設好像那對花 那些是小孩子 那些是大小 那些角色的設定 其實你很容易對到 哪一個 有似的 但我覺得兩套有點不一樣的風格 我自己喜歡吃的 你說人物的性格上次 人物的造型 都是乾填的 我會說 現在的動畫不夠純粹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什麼呢 可能覺得太純粹 就好像沒有 沒有深度 沒有一個宣傳的效果 其實是一個宣傳的效果 他們有一個想法 如果是原創 原創就要拿話題 拿話題就要找一些爆的東西出來 還有爆就爆就爆死了 你駕馭不了題材 他只是一套垃圾而已 其實就是 你做一套垃圾出來 老實說對你自己 當然我知道就是 你們長做長有 老實說就算你們 寫爆一萬套也好 都有人找你們做 但是我覺得不是這樣做 你欺騙我感情 大哥 即是現在他是什麼 金貴 即是那兩套金貴 就一直在拆 就是告訴你什麼呢 究竟什麼是不能做的 我現在就做了給你看 什麼是不能做的 你看看剛才梁心說什麼 梁心也是欺騙感情 現在令你梁心心痛 我已經由甲鐵城說到現在 被人欺騙感情 不停地被人摧殘 我真的有充滿著傷害 現在我真的在這裡 愛實驗體驗 套套都是逆轉這個劇情 你知道梁心是為什麼嗎 梁心的為什麼就是因為你不是在這個圈半圈裡面 我們不會跟你分享這個秘密的感情 只有你秘密的 真的很孤獨 所以理解不了我怎麼心痛 所以這個是今季裡面的問題 精結所在 就是很多的作品就是 他給了一個設定你 而設定會帶起某些人的期望 希望會看看你在這個設定裡面 你會做到什麼 其實很容易說就是設定的東西 不是說你設定了你想做什麼 而設定的東西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每個人是有一個 應該說有一個普世的共通的認知 就是你不可以完全挑出這個認知 你可以超出這個認知 但是你要說得通 不是你要是基於這個認知底下 叫做什麼 你是要令我起出望外 就是說原來可以這樣演繹 現在不是就是說什麼 不是的 其實我跟你說的傾伴 其實不是說的傾伴 我說的傾伴 我是說的物理 你說的傾伴 是甚至於大家就說 蛤 那你為什麼要用傾伴這個字 其實都是物理來的 因為人形五宮都是一年 在現在看動畫裡面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看這個遺跡 或者是 其實遺跡我都覺得不夠了 是需要一些叫做什麼 15分鐘或者5分鐘的速食片段 是讓我們理解那一套是什麼作品 我覺得現在看動畫 要看舊動畫 看心連情結 講完 好了 那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